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在这一期也随意种几颗的葱 我们也种了一些韭菜 菇菜 长得非常的好 这菇菜韭菜搁一搁它还会长出来 这很容易种 味道非常的好 包水饺必备的料 就是韭菜 这里也种一些油菜 这油菜也很好种 用纸过准它就会长出来 好种又好吃 油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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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里也种一些姜 这个是姜 这是芋头 哇 这可感相当好 这是台中品种的芋头 非常的好吃 是 在这里的空地 我们也种了一些露卷 就在北部才有的露卷 这个炒一炒味道也相当的好 这露卷非常的好吃 又很好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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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我们也种了一些蒜 这些是软蒜 软蒜 软蒜 这蒜 非常好吃 这一期我们也随意再来一些玉米 这玉米非常的好种 随便种一种就可以收成了 在这一期我们利用一些空地 种了一些草莓 这些草莓 这些草莓 这些草莓只要有水分 这就非常的好种 又长果粒又非常的多 又非常的好吃 这里我们也种了一些地瓜 这些地瓜非常的好吃 以前在台湾的农业社会里面 家家户户户都会种一些地瓜 地瓜也就形容台湾的地土 所以小时候一些长老都吃地瓜长大的 所以地瓜对台湾是有一个代表性的 就非常好种又好吃 又非常有营养价值的地瓜 这里我们也种了一些大蒜 我们铺盖了一些稻草 避免它长草 所以这个有保湿的作用 这个是我们刚种下去的大蒜 蒜头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下期再会